还要来看到的是有医疗院所举办了第七届 泛太平洋国际干细胞及癌症研究的研讨会 在会中是发表了 以自身周边血液干细胞来治疗脑中风的临床试验成果 结果指出这个方法可以有效地改善中风患者的身体失能 中风所以令人害怕 除了它经常突然发生 事先没有明显的预兆 即使将中风患者从鬼门关救回来 通常会留下行动不便的后遗症 严重影响日后生活 不过针对这样的情形 未来也许有治疗改善的机会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于一家几代血公司日前 在台中经典酒店举办第七届 泛太平洋国际干细胞及癌症研究研讨会 会中林新荣院长发表以干细胞 治疗脑中风的临床试验成果 中风的病人 尤其是中风超过半年以上 有两年三年的病人 他一手一脚不会动 像孙玉前孙志正就这样子做轮椅 做20年 现在的新科技就是用自己的周边血干细胞 那我们大概可以分离出一千万个 那这一千万个周边血干细胞 我们可以经过局部麻醉 在它的头上开一个小小的 装个小洞 然后用一个非常细的针 把这个周边血干细胞 打到神经线断的地方 就在脑子里面 脑子那个控制运动的 那个断的神经的地方 那这些干细胞它可以分泌很多的生长因子 让它的血管长出来 让它的神经再长出来 那神经线一旦长出来 它大概经过半年左右 它可以就开始会控制它的手跟脚 可以开始动作 林新荣院长进一步表示 国内每年有10万以上的中风新增病例 使得脑中风成为导致国人残疾的主因 对于中风引起的脑部神经受损 将干细胞植入脑中 可以有效改善中风患者 身体失能症状 人间卫视罗雄台中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